No.5 高山突鳩 高山突鳩是大型猛禽 体重大概在8到12公斤左右 它们常常在海拔6000多米的高空中盘旋 喂的就是找一口吃的 它们是世界上飞的最高的鸟类之一 最高可以飞到海拔9000米以上 No.4 大天鹅 大天鹅是一种大型野生候鸟 到了冬天 迁徙就成了它们的首要任务 在迁徙过程中 大天鹅通常保持在2400米左右的高空中飞行 但它们也能飞越珠穆朗马峰 有资料显示 个别飞行能力强的大天鹅 甚至能飞到9100多米的高度 对于拥有如此庞大身躯的大天鹅来说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3 班头燕 这种鸟已经适应了中亚山区的西渤空气 是世界上飞的最高的一种燕 有人甚至把它们比作是鸟类中的超人 因为每年冬天 班头燕都要从我国西藏地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 飞往印度和缅甸过冬 2009年 有研究者在印度将25只班头燕装上了GPS传感器 发现它们在迁徙的时候 飞行高度大多在6000米左右 但也有少数班头燕飞的比较高 可以飞到1万米左右 这个高度空气稀薄 气温寒冷 对一般的鸟类来说 简直就是死亡禁区 而班头燕却能在死亡禁区里飞翔自如 所以说它是超人也毫不为过 那么2 灰鹤 这种鸟经常在沼泽以及台原地带活动 夏季生活在北欧和亚洲 冬季就会往南迁徙 回到北飞和南亚跃东 为了避开老鹰的魔爪 灰鹤迁徙的时候会排成一个V字形 飞行高度基本维持在8000米以上 最高也可以超过1万米 你一定会想 飞这么高 难道它们不会被冻死吗 这就得归功于它们的两个绝技 第一它们的体内有种特殊的血红素 能使灰鹤的血液内储藏更多的氧气 第二它们还有特殊的呼吸系统 飞翔的时候 特殊的气囊可以储存空气 让更多的空气进入肺部 这意味着可以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到血液中 这不仅有助于拥有力量飞上更高的海拔 还能保持身体不被冻僵 维持每日近千公里的飞行 黑白兔鹫是一种典型的食股动物 它们的翅膀很大 通常生活在非洲干旱开阔的草原地区 也有些生活在沙漠边缘 为了寻找食物 它们总是会飞得很高 平均飞行高度在6000米左右 有时也会飞上11000米左右的高通 它们每时每刻会用敏锐的眼睛进行侦查 并且耐心的等待 有时候为了其他捕食者留下的剩饭剩菜 它们能够等上好几天 黑白兔鹫能飞这么高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黑白兔鹫的身体结构比较特殊 它们的翅膀很轻 而且翅膀上的骨头大多都是空的 另外它们也跟辉鹤一样 体内的血液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血核素 可以让黑白兔鹫非常适于在稀薄的空气中获得氧气 据说1973年11月29号 在科特迪瓦首都的上空 一架飞行高度在11300米左右的飞机 其中一个发动机突然卷入了一只黑白兔鹫 导致发动机损毁严重 这也成为了它们飞行高度的有力证据 好了本期的搞套榜就到这里 我是老毛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